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本期节目继续讲述哈尔滨1128大案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大案中队的中队长他们呢 把刘仁峰的资料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 最后认为这刘仁峰作案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一大队的大队长 始终就觉得刘仁峰八年之后付出作恶 可能性不大 但既然其他的同事们也都坚持 也有别人的指认 他也就不再坚持了 现在死者身份查清了 犯罪嫌疑人也锁定了 再接下来那就是该抓他了呀 协查通报发下去之后啊 一大队的大队长和大案中队长 两个组呢就做了分工 中队长负责排查全市范围内的旅店 重点调查案发前后来哈尔滨投诉的人 一大队的大队长呢 带领着自己这个组的民警们去了省监狱 资料显示 当年那个案件由于刘仁峰在逃 只好对其他三个人进行司法移送 经过法院审判 一个被判处死刑 一个被判处死缓 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处死缓的人呢 由于死缓期间表现不好 也被执行死刑了 所以呢 只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 还在监狱服刑 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游耗子 按理说 在这个犯罪团伙里面 游耗子应该是那个首领啊 那个头目啊 枪毙也应该枪毙他呀 不过他呢 凭着自己的狡猾 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从犯了 游耗子在犯罪预谋期间 就把杀人的活推给了刘仁峰 并且等待刘仁峰自己主动找上门来 在赃款分配上呢 还故意让刘仁峰拿大头 这样刘仁峰一下子就从从犯变成了主犯 张红父子来了俩人 刘仁峰一个人对付他们俩有难度 而那两个团伙呢 必然会伸手相助 这样的话 自己只要不伸手啊 这两个同伙也会成为主犯 那我没动啊 我没主动伤害他们 我没打他们呢 自然而然就是从犯了 这样考虑好了 那天晚上把张红父子骗进屋之后 这游耗子呀 就立刻假装去卫生间 就躲开了杀人灭口的时间 被抓之后 由于刘仁峰在逃 游耗子就把主要的罪过都推给他了 同时强调说 我一开始就是想抢劫 把人打昏 捆绑之后 我们拿着钱就走 没想着他们仨 把人那眼俩给杀了 打死了 就这样 侥幸之下 游耗子 没被判死刑 刘仁峰的家人 已经找不到了 一大队的大队长 想通过游耗子 了解一下 刘仁峰 可能的藏身地点 他觉得 八年的改造 应该会让游耗子 有所变化 讲真话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可游耗子 也没说什么新鲜的 跟八年前的供述 没什么两样 不过就在大队长 准备离开的时候 监狱管教的一句无心之话 引起他的注意 说在家属探视的时候 管教无意之中 听到游耗子的妻子说 每逢他家遇到经济困难 总有不认识的外地人 给他们汇款 钱虽然不多 却足以解决眼下的困难 今年呢 他们的孩子 上高中缺钱 对方就汇过来一千 游耗子听了 没说什么 表情却很痛苦 当时管教们分析 所谓的这个不认识的人呢 大概是游耗子 妻子的杜撰 实际上 他可能是有了相好的 并得到了金钱帮助 不过大家也觉得 即便游耗子妻子 红杏出墙了 又找人了 也不该指责 一个无期徒刑的犯人 妻子能不跟他离婚 一心一意培养孩子 还伺候自己的婆婆 很不错了 你再让他常年的独守空房 这就过分了 听这么一闲聊 大队长啊 想的可不是这八卦的事 而是别的猜测 这个匿名汇款的人 会不会是刘仁峰呢 因为游耗子这样的人结交的 都是狐朋狗友 真遇上事了 都是唯利是图的 没人会在他身陷淋雨之后 还讲什么交情 讲什么义气 除了刘仁峰 刘仁峰虽然是 徒财害命的罪犯 但和别的罪犯相比 还是有差别的 只有他才可能对游耗子讲义气 想到这儿 大队长就跟管教 要了游耗子家的住址 找到游耗子的妻子一了解 果然是管教们猜错了 小人之心 杜仁君子之父了 那确实是有人匿名 给他家汇款 他妻子呢 还把每张汇款单 都留了复印件 完整的保存着 可每张汇款单的汇集地点 都是不一样的 有石家庄 有烟台 有郑州 好几个地方 每次字迹也不一样 看完这些 很多人会感觉 那不是一个人记的吧 可大队长啊 反而认为自己的猜测 更有道理了 不断的变化地点 不断的变更汇款单的书写人 这对于刘仁峰来说 是绝对办得到的 有耗子的家属 是生活困难 可是你一没上希望工程 帮扶名单 你二没上报纸电视 哪有那么多人知道 你家困难呢 怎么会 全国不同的地方 给你汇款呢 大队长啊 就又把这些 汇款单的复印件 又复印了一遍 带着这些 向专案组汇报 与此同时 钟队长那边 在分头排查各个旅馆 十一个人 俩人一组 将南杠区 分成六个排查区域 由于是单数 所以啊 钟队长一个人 也是一个小组 负责一个区域 你看我们平时看电视啊 看这个什么电影啊 那些被排查的商家呀 哎呦都小心翼翼的啊 都在那乐呵呵的配合民警 可那只是存在于影视剧里边 现实情况之中 人没干亏心事 我凭什么跟你好言好语的呀 啊 总是在这种敷衍之中进行着 尤其旅馆这种特殊行业 商家呢 也怕货从口出 所以呢 总是含糊其词 钟队长负责排查的小旅店 就是这样 有一家旅店 叫如归旅店 老板是一问三不知 这让钟队长挺不满意 你谈的情况啊 我们都会为你保密的 你也没有必要 瞻前顾后 我说警察同志 保密 如今这世界上 还有能保得了的密啊 得罪人的话 你们民警听完 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们还得开店做生意呢 你们总不能派人天天来保护吧 就算能 一个有警察天天站岗的旅馆 谁还乐意住啊 人说的也有道理啊 当然了 也不是所有商家都这样 就在钟队长 离开如归旅店的时候 负责排查西大直街的 那个小组给他打电话 说在大桥宾馆 有了重要发现 让他立刻赶过去 原来这个组啊 到了大桥宾馆之后 经理一听是排查逃犯 态度挺积极 立刻让人把登记表上的 住客登记资料打印出来 结果民警查到了一个 来自石家庄的住客 无论从年龄上 还是个头上 都与刘仁峰相吻合 入住时间和退房时间呢 也和案发时间相吻合 这个住客登记的名字 叫张仁达 民警呢 拿出刘仁峰的照片 让服务员辨认 但这些人也没法确认 说实话 那么多天之前的顾客了 谁记得住长什么样子呀 民警呢 也理解 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 经理想起来了 哦 对了 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员 叫雪锐 那天呢 他也在班上 这个人眼睛特别毒 记忆力呢 也好 更有特异功能似的 甭管什么人 只要打个照面 就能记住个十天八天的 要是遇见长相有特征的人 隔上那么个两三个月 再见面还能认出来 他今天休息 这样 我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民警呢 这才赶紧给钟队长打去电话 钟队长啊 立刻就赶了过去 在大桥宾馆经理办公室 等了十分钟 那个叫雪锐的服务员 就赶过来了 这个女孩子 眼影画的蓝色的 可浓了 让人看着呀 哎呦 这心里边有点那样啊 这雪锐呢 接过来民警递过去的照片 看了一眼 就扔桌子上了 不是他 照片上的这个人 眼睛太大了 这张照片呢 是专案组通过案发地 门卫监控系统的图像资料制作的 接着 民警又递过来第二张照片 那么 你再看看这张呢 啊对 就这个人 就是有一点小差别 那个人右眼角的鱼尾文 不是向下的 是平的 给人一种上挑的感觉 可能是照片处理的原因吧 有的人上相 照片比本人还漂亮 有的人不上相 照片比本人还难看 而他看的这张照片 就是刘仁峰的照片 看来啊 这个雪锐 对照相还挺有研究啊 这要放到现在 很可能就是美妆达人呢 不过既然案发前后 刘仁峰回过哈尔滨 那么 1128案 就一定是他干的了 中队长决定收队 立刻向专案组领导汇报 他们赶回来的时候 一大队的大队长 他们也回来了 两个组啊 就赶紧将情况 进行了汇送 一大队的大队长就问 刘仁峰真的回来过 能确定吗 中队长说了 看那个服务员的样子 百分之百能确定 哎 看来真的是他了 因为他对哈尔滨 还是念念不忘啊 大队长说着 就拿出来汇款单的复印件 中队长呢 接过来左看右看 不对啊 他这个气质 怎么看也不像文盲 无论在哪汇款 如果求别人 替他填写汇款单 都容易让人产生怀疑 他既然有这么强的 反侦查本领 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的 一大队的大队长 这时候把右手抬起来 放在胸前 手掌呢 搭了下来 我想他有很多办法解决 比如他要是这样 你会不会帮忙呢 哦 有道理 装成右手有伤的病人 其实啊 对你们排查出的情况 我也有疑问 留人封回哈尔滨 有必要住店吗 调查情况显示 他的家人在他出事之后 都搬走了 就算没搬走 他也不会回家去的 至于那些熟人朋友 他更不敢去找了 住旅店对他来说 是最安全的 那么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即便投诉 也可以去浴池 网吧 这里不需要登记的地方 对付一夜 或者找一家登记制度 不严格的小旅店 没必要住大桥宾馆 这样名声显赫的地方吧 更重要的 他应该避开咱们南杠区 住在别的区啊 这个嘛 或许是他的灯下黑心理 在作怪吧 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 刘仁峰既然藏匿在石家庄 那么就应该把侦察重心 转移到河北去 及早将他缉纳归案 同时其他小组继续在 复原转业军人中间 进行排查 因为刘仁峰作案之后 也可能违反常规 继续藏匿在哈尔滨 不过说来说去 还是大家的猜测 到底给游耗子家 匿名汇款的 是不是刘仁峰呢 还真是 刘仁峰把落脚点 选在了石家庄 难道是因为他之前 对石家庄比较熟悉吗 或者说在石家庄 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其实都不是 正是因为他对石家庄 很陌生 并且在石家庄 谁也不认识 大伙不要忘了 他之前可是侦察兵啊 他有非常厉害的 反侦察意识 他在逃亡过程之中 就意识到 如果自己挑一个 有亲戚朋友的城市 如果挑一个 曾经待过的城市 那么 这肯定也是民警 重点查找的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绝对不能去 到了石家庄之后呢 找了一个发展比较落后的 平房的那么一个街区 租了一间小房子 就住了下来 现在住是住下来了 接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 怎么生活呀 经过几天考察 他就发现呢 给居民家里边 和给这个餐饮的店铺 换煤气 是个不错的工作 虽然挺辛苦吧 但这个工作呀 不引人注意 每个月的收入呢 也还过得去 他就找人花钱 制作了假的身份证 和驾驶证 他用的这个假身份的名字 叫张启鸿 大伙记住这名字 后边啊 有用 随后呢 租了一个门市房 买了一辆二手的小货车 自己就开起了一家 换气站 说实话 刘仁峰现在啊 是真后悔 尤其 他是恨这个油耗子 要不是这个可恶的家伙啊 我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啊 他自己还在想呢 离开部队之前 老首长啊 是阴阴嘱托 到了地方之后 你虽然脱下了军装 但是思想上不能脱军装 可刘仁峰没想到啊 这才回来多长时间呢 这算是思想上 也把军装脱得是彻彻底底 过去是人民的卫士 现在可是个罪人呢 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啊 就开始牵挂哈尔滨的事了 就想着找个稳妥的人打听一下 油耗子的家属吧 倒是能联系上 但他不敢联系 怕油耗子知道以后出卖自己 其他的那些朋友吧 现在也没法联系 因为他知道 很多朋友都是非常正直的 非常正义的 知道自己这事之后 人肯定看不上我了 人不愿意跟我来往了 琢磨来琢磨去 只有一个人可以联系一下 叫刘松 这刘松呢 是他一老战友 并且这刘松和油耗子的妻子 是在同一个单位上班 刘松啊 退伍的时间比较早 在一家国营商场当保安 在部队的时候啊 这个刘松就特别佩服刘仁峰 一则呢是老乡 二则这可是侦察连的连长啊 后来当民警排查的时候 其实也找到了刘松 刘松一听说这事 整个人都不相信呢 我老连长那么正直一人 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呢 所以后来啊 当刘仁峰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刘松是流着泪跟他说 大哥 我的老连长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和那些个人渣混在一起 怎么就做下这样的答案呢 刘仁峰呢 也不想解释什么 就叹了口气 因为他叹了这口气 刘松也知道 刘仁峰啊 本质上并没变 大哥 这种事 你还打算继续干下去吗 我不会干了 就这一把 这辈子都给毁了 我现在这肠子呀 我都毁清了 那大哥 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啊 咱们兄弟一场 我也实话实说 我不会向民警举报你 但是也绝对不会帮着你干任何违法的事 刘松啊 我只是想知道 我们的那个案子 结果怎么样 刘松确实是知道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 那个叫游耗子的 虽然侥幸保住了命 可家里弄得也挺惨的 上游老下游小的 日子过得挺紧吧 要是赶上个头疼脑热 生病闹灾的 他们这日子呀 可就够呛了 剩下那俩呢 一个死刑 一个死缓 但是死缓那个也因为表现不好 也死刑了 也就游耗子 据说是当时没有直接参与杀人 判了一个无期 刘仁峰算是明白了 只要是直接导致张红父子死亡的 那是必死无疑 更何况 现在的主谋认定的是我呀 游耗子是把自己引入歧途的人 但是刘仁峰啊 一听说他家人 过得那么的凄惨 又动了侧隐之心了 就想着帮助他的家属 于是呢 他就跟刘松说 把他妻子的通信地址给我 另外如果他们家再有困难情况 及时的通知我 大哥 你现在在哪落脚呢 靠什么生活呀 到底在哪 刘仁峰肯定不会说 但是啊 靠什么生活 他可以跟刘松说 我开了一个换气站 给人换煤气罐 就这样 俩人之间算是有了联系了 只要游耗子家有什么事 这刘松呢 就告诉刘仁峰 刘仁峰啊 就坐车去外地 给他们寄个千八百的 刘松相信了刘仁峰 他觉得这个大哥 不会再危害社会 就让他消消停停地活着吧 所以他并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 咱们再说回警方这边 一大队的大队长和大案中队长 这两个小组啊 立刻赶往石家庄 寻找刘仁峰 但刘仁峰早就不叫刘仁峰了 有了假的身份了 在这么一个省会城市 找这么一个人 谈何容易啊 尽管有当地警方的权力配合 但是几天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案子呀 似乎又陷入僵局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电话从哈尔滨打了过来 根据哈尔滨警方掌握的最新线索 说这刘仁峰啊 现在在做一个个体的民用煤气换气站 那么这个消息是谁告诉警方的呢 是刘松 刘松不是不举报刘仁峰吗 是 但是就在几天之前 专案组负责排查退伍转业军人的人员 来到了刘松所在的商场 排查到刘松的时候 刘松就问民警 怎么了 又有复原转业军人犯罪了 那么排查人员呢 也就大致讲了1128大案的案情 只是呢 没有跟刘松说 已经把犯罪嫌疑人锁定在刘仁峰山上了 排查人员呢 就请刘松认真地回忆一下 最近是不是有外地来访的老战友 来找过自己或者找过其他本事的战友 刘松摇了摇头 一回家呀 他妻子也跟他说这事 我说刘松啊 你们这些复原转业兵 到底是咋的了 竟出事 今天民警啊 又来我们单位调查了 说是一个姓刘的罪犯 在部队还是连长呢 八年前作案杀了人逃走了 如今又回来杀人了 啊 民警也来找我调查了呀 但没说到底是谁干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自己瞎猜的吧 什么瞎猜的呀 我们厂保卫部的人呐 在会上说的 还嘱咐我们这些嫁给军人的女工 千万不要和大款攀比 刺激丈夫铤而走险 说现在当兵的 一脱下军装 本来就有一种失落感 家人在火上浇油一刺激 难免会有把持不住的人 会违法犯罪 刘松一听 哎呦 我的老大哥老连长啊 你是骗了兄弟了呀 你不是说不作案了吗 既然你如今又回来作案 那么这八年来 一定在别的地方 也做了不少坏事 害了不少人 不行 尽管我们兄弟情深 但我不能让你再继续危害社会了 正好呢 专案组的民警 之前也给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他立刻和民警就取得联系 当然了 刘松也不知道刘仁峰 就在石家庄 专案组的人 拿到了刘仁峰的手机号码 一查 一比对 这就是河北省的号码 所以啊 第一时间就给一大队大队长他们 送来了消息 接到电话 听到这个情报之后 大队长高兴坏了 这就进一步确认了 嫌疑人就是在石家庄 而谋生职业 就是开一个换旗站 所以呢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很快就找到了刘仁峰的换旗站 不过呀 过来之后这么一查 这换旗站的店主 也就是刘仁峰的假身份 是叫张启宏 大家还记不记得 哈尔滨1128大案 大家所提供的 那个假冒军人的名字 是叫张仁达 名字并不一样 大队长也纳闷 这假名字不一样啊 这怎么回事啊 钟队长说了 还假名字吗 有可能他有好几个呢 但愿是这样吧 他们赶到换旗站之后 换旗站的大门是锁着的 刘仁峰并不在这 拿着刘仁峰的照片 向换旗站周边的这些邻居啊 商户啊一核实 大家说这张启宏 就是照片上的人 说这刘仁峰的店铺啊 和他的住处 并不在一起 他到底住哪 谁也不知道 大队长呢 就又问这左邻友社的 那么在11月25号到28号这几天 这个换旗站有没有歇业的情况啊 倒是有歇业的情况 但究竟是不是那几天 我们也记不住 还真没太在意 大队长一看时间 下午了 他和大家就开始研究如何抓捕 这刘仁峰过去是侦察连连长 身手非同一般呢 白天抓捕 很难 那么咱们就晚上抓捕 这样呢 比较稳妥一些 就又向左邻友社了解刘仁峰的作息时间 他呀 一般是凌晨两三点钟来到换旗站 然后开车 拉着空罐 前往城外的充气站去灌气 回来之后呢 立刻给各家送气 回收来的空罐 就放在车上 开进库里 充满气的煤气罐 放在店里不安全 这么忙完了 也就中午了 他就锁门回家 下午呢 也不过来 谁要是有事 就打电话联系 哦 电话 大队长认为通过坐机 就可以查出刘仁峰的住处 就让这些邻居们呢 帮着找找名片 可找到名片一看 只有手机 没有坐机 这时候啊 大家开始商量抓捕的时间 有民警就认为 说凌晨两三点 也是抓捕的最佳时间 可大队长呢 摇了摇头说 那个时间不行 从家来到店铺 这个时候 应该是刘仁峰 最为警觉的时候 而此时街上没有行人 邻居商户 也都没有开业 不利于布控和抓捕 打草惊蛇 他就有溜掉的可能 要不你看 人大队长就是大队长 人有经验呢 中队长这时候建议 他不是每天都给小饭店 送煤气吗 那送气过程之中 最利于布控和抓捕啊 行啊 那就查一下 每天他都给哪些小饭店送气 明天要给哪家小饭店送气 选一个利于抓捕的地点 经过调查得知 刘仁峰 每天都要给 位于石房路的 一箱灌汤包子铺 送煤气罐 明天早上还是要送的 而这家包子铺呢 很利于涉服布控 于是第二天早上 五点多 大家进入布控区 各就各位 六点钟的时候 这刘仁峰啊 开着车就赶过来了 就在他扛着煤气罐 往包子铺走的时候 在门前 假装看菜谱的侦察员 及时出手 几个人一起扑过去 把刘仁峰就牢牢控制住了 本来还想着刘仁峰那么厉害 肯定得反抗 但刘仁峰并没有反抗 只是说了一句 八年了 你们还是找过来了 抓捕人员 顺利抓捕刘仁峰 班师回哈尔滨 得知刘仁峰落网之后 专案组的成员呢 都高兴坏了 这大案总算是告破了 可他们没想到 刘仁峰一回来 这案件呢 又有了巨大的反转 刘仁峰啊 把八年前的案子 说得很详细 可是始终没提最近的 1128大案 这侦察员呢 在审讯他的过程之中 看他把之前的交代的差不多了 就问了他一句 远的案子已经说完了 那么就说说 近在眼前的案子吧 近在眼前的案子 什么意思 他这一句回答 让侦察员感到非常意外 当时就感觉啊 刘仁峰是把旧罪交代了 但想着抵赖这新罪 刘仁峰 八年前的事情 你记得真真的 几天前的事情 就忘得一干二净 你觉得你自己这态度 谁会相信呢 刘仁峰 听民警这么一说 也是一脸的茫然 不是 我没听明白 什么最近的案子呀 什么意思啊 你的换气站歇业了几天 为什么呀 关了三天 帮一个朋友干活去了 具体是哪几天呢 上个月25号休的 28号开的夜 要说起来呀 也还真是巧合 1128大案嘛 就是发生在28号 还是我提醒你一下吧 11月28号 少校军官 黑鱼炮市场 回收废旧钢铁的流心为 9万元的现金 怎么着呀 还想让我继续提醒下去吗 你们说的什么 我真不清楚 你们想呀 单凭八年前那个案子 我也活不了了 要是有什么新案子 我也没必要隐瞒呢 他这话一说 民警一琢磨 还真是这么回事 刘仁峰啊 不像是在说谎 赶紧的 结束讯问 立刻 向领导汇报 专案组的人一听 怎么着 弄来弄去 1128大案 和刘仁峰 没关系啊 在车站 可是都弄了 欢迎仪式了呀 这不开玩笑的嘛 怎么跟领导交代呀 怎么跟老百姓交代呀 这时候啊 一大队的大队长说了 之前我就担心呢 难道我这担心 变成事实了 钟队长 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呢 行了行了 咱们呢 也别在这猜了 不是说大桥宾馆 那个服务员 记得很清楚吗 这样吧 请他过来辨认一下吧 钟队长呢 立刻去了大桥宾馆 那一天呢 还整赶上雪蕊在上班 就把雪蕊接过来了 这一次 雪蕊端详了很长时间 毕竟这是头一回 在公安机关 指认犯罪嫌疑人 这个呀 不是那天 住我们宾馆的那个人 不过这俩人 还真挺像的 年纪也差不多 我那天认照片的时候 不是说了吗 两个人的差别呢 就是眼角于尾文 向下的 还是平直的 原来我以为 是上相不上相的问题 现在看来 不是一个人 听他这么一说 一大队的大队长呢 还跟他开玩笑呢 我说你啊 要是当初报考警校 经过几年的锻炼 将来一定会成为女神探 你可是干警察的好材料 掩读 这可是一个天赋啊 后天培训是培训不出来的 嗨 当初啊 还真有不少人劝我考警校 可我觉得没意思 警察职业风险太高 还辛苦 工资待遇也不好 最后呢 我报考了商学院 学餐饮企业管理 现在呢 就在酒店里面工作 将来向着部门经理 总经理助理发展 社会上 有因公殉职的民警 可是你们谁听过 有因公殉职的 宾馆管理人员啊 我这是零风险职业 大家呀 还是很相信 血蕊的判断的 看来刘仁峰 的确不是 1128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尽管大家不愿意 接受这个事实 那也得接受 现在的事情 就是赶紧跟领导汇报 市政府的领导啊 也说了 这起案件侦破 变成了历史沉案的终结 这也是值得庆贺的功劳啊 毕竟刘仁峰 是一个不理督补的 A级逃犯嘛 没关系 继续努力 一切从头再来 争取早日破案 给部队首长 给全市人民 一个满意的交代 专案组回去之后 立刻又召开了 案情分析会 研究方案 锁定新的犯罪嫌疑人 一大队大队长的意见是什么呢 不逼真的那张照片 也就是以现场监控器图像资料 为参照制作的那张照片 导致了血蕊的错认 既然目前手头 没有1128案犯的任何资料 尤其是没有清晰的照片 而刘仁峰的照片呢 又与犯罪嫌疑人 有几分相似 那么完全可以利用 刘仁峰的照片 在全省排查 这样很容易缩小 重点排查范围 领导也觉得 一大队大队长的意见不错 就说了 古语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来个 成也留人风 败也留人风吧 这个意见呢 可行 还有 排查的工作 既然依靠各地同行协助 那么范围 就不应该只限定在咱们黑龙江本省 应该扩大到全国 于是啊 第二份协查通报 传到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 那咱们再说回来 这1128大案的凶手 不是刘仁峰 那是谁呢 要不说 无巧不成书呢 这个人呢 也姓刘 叫刘湛玉 他是海伦士人 没有同伙 一个人独来独往 要说起来 这刘湛玉和刘仁峰 相似点还真是太多了 大伙平时 看电影电视剧 要有编剧 敢这么编 大伙一定得说 这太假了 可是 这样的巧合 就发生在了现实世界里 刘湛玉和刘仁峰一样 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高中毕业之后呢 怀着走出农村 当城里人的梦想 参军服役 由于身体素质好 在新兵集训时候的 技能体能培训之中 表现突出 被分配到了侦察连 当侦察兵 和刘仁峰也一样 都是侦察连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那个年代的侦察连 就是现在的特种兵啊 特种部队啊 刘湛玉呢 自己对自己也挺满意 就想着啊 我在连里边 有着这么出色的表现 将来复原转业回到地方 可以去公安机关当民警啊 实在不行 到机关启示业系统里边 当保卫干部 就算是点被到家了 没法在城里谋到职位 回村里混个质保主任等等 那也比之前强得多呀 刘湛玉的表现呢 确实让部队领导也挺满意 领导们都觉得 刘湛玉要是不当志愿兵 有点可惜了 当志愿兵就有机会提干呢 而现代军营呢 讲究专专业化 知识化 你不去专门的军事院校就读 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提升的 团里边的首长呢 有栽培他的意思 所以啊 就鼓励他复习备考军事学校 刘湛玉呢 别看体能挺好啊 在部队里面各项训练成绩也挺好 但真不是上学的料 过去啊 他只要一看见书本就犯困 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 对于他来说 那是全世界最有效的催眠曲 他这回呢 倒是听从了首长的建议 也确实啊 下定决心要报考军校 可他一见字就想睡觉的毛病 改不过来呀 考试的时候啊 那个成绩呀 跟人那录取标准呢 哎呀 天差地别 看到这种情况 团里边的领导 连里边的领导 都替他感到可惜 这么好一人才 可考试过不去 怎么办呢 刘湛玉人到自己无所谓 他跟战友们说了 我这人呢 天生不是读书学习的料 上学等于关禁闭 等于上刑 战友们还笑他呢 战狱啊 战狱 你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机会 你还不觉得可惜 你就傻子呀 开玩笑 就咱这两下子 在部队里边出类拔萃 将来回到地方去 能没有一个好归宿啊 可是 等傅元回到地方 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啊 他呢 是想当警察的 当地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 当年是从他那村子搬迁走的 同村的老乡 这总有一份亲近感在里边啊 刘湛玉的父亲呢 带着他登门拜求 副局长听了情况之后 觉得虽然现在公安部门近人 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刘湛玉 还是可以作为特殊情况 吸纳进来的 好在局里其他领导呢 也看好这个侦察兵转业的人 也就答应了 不过机关事业单位近人 他不像一般的企业 说主管同意就行了 那不行 得有人事部门的批准 可人事部门主管呢 就是不给办手续 连邻居都开导刘湛玉他们 你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赶紧送钱呢 刘湛玉一听 送钱 我可是部队的优秀侦察兵啊 只不过想当个普通民警 我又不是想当公安局长 再说了 人家公安局也相中我了 人事局凭什么还要勒我脖子呀 湛玉啊 人事人事啊 西游记你看没看过呀 腾僧到了西天 如来佛赐给他经书 取经书的时候 管书房的先佛 还朝他索要人事呢 腾僧不也得打点吗 不给送钱 人凭啥批准你啊 不送 这人事局 不就是办人事的吗 可刘湛玉的父母啊 不想耽误孩子 哎 打听打听 得送多少啊 怎么着 也得万八千的吧 啊 万八千的 这这 我拿不出来呀 他们家呢 确实也不富裕 最后 这公安局 也就没去成 转过年来 刘湛玉又开始 跑别的工作 可是啊 始终没找到一个好的 最后 自己呢 就跑到大连去打工了 写了一块招牌 标明自己 是侦察兵复员 具有勤拿格斗的高超本领 然后去了人才市场了 在人才市场的那露天场地里 举着招牌 倒是有不少人前来搭讪 这就给他一个感觉 哎呦 我这就业的空间一下子变宽了 可是找他的 都是那些夜总会的老板 歌厅的老板 喜悦中心的老板 刘湛玉的印象之中啊 认为这些行业 就是黑白混杂的生意 旁门左道 邪门歪道 不过 现在他想法变了 既然想走白道 有小人堵着 那我就走旁门左道吧 我等攒足了钱 我再落实自己工作问题 我再去当公安去吧 刘湛玉呢 就选择了一家 工资高的单位 那是一个洗浴广场 叫上海滩 做保安 老板给他开出的工资 是每个月 一千五百块钱 老板录用他的时候啊 还跟他说呢 我之所以喜欢用复原兵 除了身手好 这个条件之外 最主要的是公司利益 高于一切的责任心 还有服从命令的素质 理解的要服从 不理解的也要服从 指哪打哪 你能做到吗 刘湛玉 这就算上了班了 从此啊 他的思想也因为这份工作 开始转变 最后 量变到质变 终于闯下大祸 那么 除了哈尔滨 1128大案之外 刘湛玉 还有没有犯过 其他的案件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 继续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